各位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男同胞都特别关心的问题 财与问题 以往我们就讲过 我国有三千万光棍 没办法 男性的数量比女性多 怎么解决三千万底层光棍的婚姻问题呢 有人提出建议 按照世界趋势 总是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找老婆的 也就是说 因为我国好歹比周边很多国家富足 因此前些年来出现越南新娘 缅甸新娘的情况 是的 我们这不太有钱的三千万光棍 每个人花个几万块钱 也能到越南缅甸讨个老婆回来 也有人称之为买新娘 可是大家知道吗 一听说几万块钱就能买一个新娘 其他的老爷们人家都羡慕 因为人家说 我找一个本国的新娘 我付出的彩礼钱都远高于这几万 是的 从古至今 咱们中华民族就有这个传统 男子娶一个女子过门的时候 男方家就要给女方家一些钱 可以称之为聘礼 也可以称之为财礼 到了现代社会 虽然女性早就独立了 虽然八年后九年后早就是独生子女了 但是财礼这个传统 在很多地方还是保留下来 甚至愈演愈略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网上小视频讲 甚至看到很多身边的人也攀比 说这家给那家二十万财礼 那家给这家三十万财礼 财礼的数量是节节攀升 结果也让广大男青年苦不堪言 咱们这么讲吧 如果财礼只是象征性的 婆家拿出来给娘家 娘家最后再转赠给小家庭 作为小家庭的起始家庭基金 这个我想双方都能理解 但问题是有很多地方 这个财礼就真的是男方给女方家庭的 这个钱没有用到小家庭上 所以很多男青年是很愤慨的 而且由于钱太多 有很多男性家庭的是砸锅卖铁 凑这个财礼 有的人正想问都什么时代了 为什么我们还在讲财礼 难道我们从法律层面上就不能制约一些财礼吗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了民法典 民法典的1042条2明确规定 不可以借婚姻敛财 有很多人解读 这是不是国家层面上就要取缔财礼了呢 对不起告诉大家 国家层面上还没有这样的动作 我们也清楚啊 财礼是我们从古至今的一种习俗 贸然的用国家法律形式把这个习俗斩断并不好 但是当然民法典的通过也告诉我们 婚姻是两个人两个家庭的结合 而不是金钱的结合 多多少少吧 你说给个万八千的财礼 咱们讨个口头彩 这是个好事 可是有些女性家庭 如果你动辄狮子大开口 三十万五十万的跟男方要财礼 而且除了财礼之外 还要买房要买车 那你这真的就是借由婚姻敛财了 这种行为确实是不提倡的 我国有些县在前几年 人家已经做了一些规定了 人家规定在当地 你婚宴半九期 不能超过多少桌 每桌标准不能超过多少 甚至男方给女方彩侣不能超过多少 虽然说人家只是一个倡议 并没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是这对于一风一俗 对于打击天价彩侣也是一个开端 讲到这儿啊 我这又一次羡慕起人家印度男人了 因为印度人结婚 不但男方不需要给女方任何彩女 反而是女方啊 要一次性的给男方大笔的嫁妆啊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照理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